高雄市政府與公共電視攜手將在10月26日要舉辦萬聖節的活動 市長陳其邁和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水果奶奶 身穿萬聖節的應景服裝 共同來為活動來宣傳 不僅有高達了22米的巨型南瓜 還有表演節目和遊行 要邀請大小朋友一起來扮裝童了 巨石南瓜燈就佛立在凹子底公園旁的博愛路口 超級吸睛 也正式宣告高雄萬聖節活動即將登場 除了南瓜燈活動的最大亮點就是22米的大南瓜怪 工作人員正在錦羅密谷進行充氣測試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與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水果奶奶 共同宣傳萬聖節活動 在25號就會有光雕的表演 然後在26號也會有變裝的大遊行 包括我們小公司還有紅鼻子馬戲團 還有澳洲的Curious Legend等不同的這種團體還有各校 所組成的這個遊行的隊伍 10月26號27號舞台上面的表演 我們也是全員出動 然後還有封接塗鴉對不對 還有裝扮除了有剛剛講的大大大的南瓜 我們有大大大的皮擦 它叫皮擦口袋小字 我們還有大大大的扭蛋 主要我們這是吃到一件就跟小公司相信的事情一樣 這大大的世界從小小的開始 小朋友是我們最關心的 也希望小朋友跟我們一起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陳其邁與水果奶奶也身穿萬聖節應景的服裝登場 可愛活潑的吉祥物也一同亮相相見歡 帶給在場的大小朋友出其不意的臉臉驚喜 並發送糖果與小朋友互動 小朋友們個個也都精心打扮 為今年的萬聖節活動開跑暖身 至於當天市長的裝扮會是什麼 他表示要保密 這個萬聖節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不僅說是有表演 其實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也強調親子的互動 還有表演者跟我們的觀眾 參與遊行的人 大家都是這個活動的一份子 在學校的時候 能夠有各式各樣的作品都帶來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 今年的最大的亮點就是超大的南瓜 總共會有22公尺高 比防射小孩還大 所以精彩可奇 其他就容我保密 高雄是不講武德的城市 所以來一定會有很多的經驗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萬聖節到高雄 今年萬聖節活動 高雄市政府與公共電視攜手 10月26號在凹子底公園舉辦遊街演出派對 邀請大小朋友一起來裝扮同樂 觀看表演參加萬聖節遊行 大男高雄市政府約好剛剛講武門 大男高雄每個盞 大男高雄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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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